哈嘍大家好,這裡是小郭 這次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韓國電影《狼少年》 順一是個體弱多冰的少女 媽媽為了讓她養病 他們從首爾搬家來到鄉下生活 鄰居們都熱情的幫忙搬東西 她對順一很有好感 但是她有嘴滑舌的個性 順一並不喜歡 順一的媽媽為了感謝大家的幫忙 組了一桌子的菜招待鄰居 鄰居聊起前五組的八卦 據說她在倉庫裡養一隻狼 正義不習慣新的環境 認為自己的病拖累了家人 這讓她感到很低落 然而就在這時窗外發出了動靜 她拿起斧頭走去倉庫查看 結果卻看見了一個黑影 兩眼散發著紅光朝她撲去 嚇得她跌坐在地 而黑影也朝著門外跑走了 整天早上 順一又看見昨晚熟悉的黑影 她趕緊讓媽媽過來看看 只見出現一名打她的男孩 順一的媽媽拿了一顆土豆給她 男孩看到食物 直接猛吃了起來 隨後媽媽找來了警察 因為男孩不會說話 無法得知她的身世 警察覺得可能是戰爭遺孤 於是順一媽媽出於善心收留了她 先是讓男孩洗澡 這下才終於有人類的樣子 但是一上餐桌 男孩受性大發 直接用手抓起食物狼吞虎咽 出爐的舉動讓順一感到嫌棄 某天 順一的媽媽出去辦事 家裡只剩下男孩和順一兩人 順一想要拿疊在底下的紙箱 但是實在太重了 憑她一人的力量實在無法搬起來 這時男孩朝她步步逼近 家的順一打盡失色 等她回過神的時候 男孩已經幫她把上面的箱子搬起來 順一為了表示感謝 順手將玉米拿給了她 緊接著姿態來到家中 背著順一就是毛手毛腳 男孩抓起她的手便發出了濕吼聲 下的姿態奪門而出 這時順一才發現男孩並不可怕 媽媽將男孩取名為哲秀 順一照著書上的教學訓練哲秀 要她在允許狀態下才能吃東西 一開始並不順利 順一被她狠狠的咬了一口 不過經過多次的試驗 終於順利了許多 只要哲秀乖乖聽話 就會給她摸頭的獎勵 哲秀也很聰明 很快就學會了洗碗 刷牙等等的生活技能 每次都要順一給她摸摸頭 一天他們來到集市 在哲秀眼裡很多東西都很稀奇 大家正在買東西的時候 上面的施工鐵塊突然掉下來 哲秀迅速將家人攔入懷中 用身體擋住了鐵塊 然而哲秀卻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 醫生只判定有些紅腫 並沒有什麼大礙 之後順一想嘗試叫她讀書認知 但是哲秀對於角落吉他更感興趣 於是順一拿起吉他 彈了自創的歌曲給她聽 哲秀聽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 就像順一平常那樣摸了她的頭 漸漸的哲秀也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然而一天晚上 醉醺醺的智台來到他們家 這次還帶來了幾名小混混來壯膽 當著哲秀的面欺負了順一 這讓哲秀十分憤怒 他身為狼人的模樣從藏庫走出來 眾人都不是他的對手 最後他將智台撲倒在地上 正當他要被失碎的那一刻 順一即時讓他住手 哲秀才恢復冷靜 慢慢變回人類的模樣 接著智台報警想要逮捕哲秀 順一為了保護哲秀 失口否認哲秀變成狼人的事情 還講出智台一家人 石屯父親財產的事情 這讓智台氣急敗壞 把順一的吉他給砸爛 為了不把事情鬧大 順一的媽媽同意將哲秀關進倉庫中 之後智台意外發現了前屋主的一封信 從資料中找上了一名教授 哲秀的身份也逐漸浮出水面 另一邊 順一偷流進了倉庫 哲秀看到他十分開心 拿出自己畫的吉他 而順一希望他能夠持續的讀書試制 兩人跑到外面玩耍 然而順一突然發病 呼吸不順直接暈倒在地 哲秀背其他四處找人求助 結果卻沒有人在家 最後他慌張的跑進了森林裡 等到傍晚 大家才發現兩人不見了 四處尋找他們的蹤影 最後在森林裡發現哲秀 以及昏迷的順一 大家都以為是哲秀把順一抓走的 於是把他關進倉庫 而智台找來了解情況的教授 他們得知前5組是名博士 生前利用人體實驗作為研究 哲秀正是博士實驗出來的狼人 這種狼人擁有極高的生存力 即使長時間不吃東西也能存活 並且終身只有一個配偶 他們打算觀察幾天 如果哲秀具有危險性就只能塗掉了 旁邊的姿態聽到後 滿意的表情都寫在臉上 經過幾天的觀望 哲秀只是安靜的讀書學習 他們認為沒有什麼暴力傾向 打算要放他自由 這下智台可不高興了 他往生看見哲秀省吃了一頭羊 還找來個女人做偽政 但真相是智台開車撞進了羊圈 鄰居大叔早就察覺是智台撞的 但是他沒有當面揭穿 只希望他能夠安靜的離開這裡 但是姿態並不領情 他趁鄰居大叔不注意的時候 從身後把人敲暈 接著又跑進倉庫告訴哲秀 順一因為吉他不見十分傷心 如果他能找回來 順一會很開心的 騙他吉他就在鄰居家裡 傻傻的哲秀來到鄰居家 翻箱倒櫃尋找吉他的蹤跡 所有人發現異狀趕了過來 以為是哲秀襲擊的大叔 姿態搶了旁邊的槍準備射擊 然而順一擋在哲秀面前 不讓他傷害哲秀 結果遭到姿態的毆打 遮下激怒了哲秀 他變身成為狼人 飛撲過去 子彈的攻擊對他沒有造成傷害 將姿態給咬死了 最後抱起順一衝進森林裡 而順一也沒有抵抗 只是安靜的讓哲秀抱著他 兩人在林中度過了一夜 直到隔天 順一被眾人的聲音給驚醒 他知道哲秀回去 也是死路一條 要他趕緊離開 但是哲秀只是站在一旁 順一只好說討厭他趕緊滾開 這時哲秀說出了此生的第一句話 不要走 眼上還滑下了淚水 而一旁的順一早已泣不成聲 哭著離開了 回去後的順一對哲秀的蹤影絕口不提 而大家也再也沒有見到哲秀 之後順一一家人也離開了這裡 順走前 他來到了倉庫 寫下一張紙條給哲秀 讓他等自己回來 但這一等就是47年 順一早已在外組成了美滿的家庭 他回到韓國想要賣掉當年的別墅 當時姿態父親的公司倒閉後 財產就輾轉到了他的身上 順一決定在這裡住一晚 傍晚他來到了當年的倉庫 沒想到卻看見面容示好沒有改變的哲秀 他手中拿著順一隨手寫的紙條 就讓哲秀等了他47年 那還把順一的吉他修補好了 還希望順一能夠給他一個摸頭的獎勵 在哲秀眼裡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年輕時的模樣 隔天早上順一決定不賣房子了 他將那裡留給了哲秀 並且開車離開 然而哲秀站在山頂 等著順一再次回來 狼的一生只有一個配偶 哲秀不管過了多少歲月 都在等他的順一 順一因為現實因素選擇過上別的人生 即使兩人最終沒有在一起 但是這份愛卻是這麼的單純美好 像極了初戀的感覺 那麼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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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期見 下期見 你們有發現